韩国明星夫妇宋仲基与宋慧桥今天宣布离婚 对于宋仲基主动曝光离婚消息的行为 韩国法律界普遍猜测宋仲基是以下定决心与宋慧桥离婚 而且宋仲基自认离婚的原因不在自己而在宋慧桥 一名法律界人士表示 离婚调停申请大多是由对离婚没有责任的一方提起 根据韩国法律规定 离婚双方无法通过协商达成离婚时 才会向法院申请离婚调停 通过法院解决财产分割 抚养费的支付等问题 这一过程中离婚责任究竟在哪一方 将成为争论的焦点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